好,那么本期视频化,咱们来靠靠服务,抢先看一下,这个新出出的全新超反武器,脉冲反应炉 那么这把武器是属于微冲类,然后它的极度等级的话是33解锁,初始购买的话有75发的脉冲能量 咱们通过长按左键可以把能量转化为子弹,还没有?75发转化过来了 然后这把武器它的子弹类型是蓝色子弹,就是特殊子弹,不通用 然后它的右键的话,是一个类似于龙神的AOE扇形范围伤害,非常牛逼,简称小龙神 咱们能坚持再多一点,我们来开了又不多,BB,来,我没完没,新的一流,卧槽 兄弟们,你看这种爆发力,简直恐怖如斯 然后你们可以发现,当你左键的75发子弹打完之后,它又变成了能量状态 这时候你需要再次转换,成为一个涌动机对吧,兄弟们 这把武器,理论上来说,子弹是无限的,子弹是无限的,兄弟们 这棒子的创意,确实牛逼,兄弟们,给我们的赵拳点赞 那么这把武器,还有第三个模式,按住R2键,会产生一个360度范围的击退波 可以把僵尸给小幅的弹飞,每次的话消耗25个能量 所以我目前的评价是什么呢,这把武器还是对得起33级这个等级的 强度还是很高的,但是的话33级是偏选于后级的等级了 对吧,34级的话有特点G,31级的话有动能枪 你看对吧,你看这右键,就是一把小龙神对吧,小龙神 这棒子的话是懂得什么叫缝合的,懂得什么叫缝合的 所以我建议是什么呢,这把武器,如果你没有特点G,也没有特点G枪 我觉得你可以搞一下,因为这把武器33级的话还算是比较够得到的区间吧 它的刷屏能力,控制能力,还是对得起一把超凡武器的 然后它这把武器,亮点在于,它几乎是无限子弹 好吧,不需要减仙子,所以它游戏之间非常持久,对吧,像什么暗雷兽都能牵的话 咱们还有这个游戏焦虑,不过子弹基本上也打不完就对了 这武器这个机制还是比较新颖的,为这个赵犬点赞 但是的话也算是个缝合怪吧,缝合怪对吧,缝合了龙神 咱们还是老燕子来这个V字形 打一波这个右键 然后这把武器的话,它这个扇性攻击它是不吃6的,除非你开6才吃 不然的话是没有头部判定的 同时,我感觉它这个好像不是减速,是定身 这表哥是走得动的,如果减速的话当然是走不动的 所以这把牵的话就是,对吧,毕竟是金框武器 在这个减速的话就堪比龙神,所以也算是比较合理吧 对吧,这把牵真的是范围AOE伤害啊 但是一人蹲不住前师了,弹飞 黄飞,卧槽,鬼神,卧槽,别别别,一系,一个一个 卧槽被他们全给炸死了,牛逼啊就吃这样 那咱们再来看个片段吧 这话咱们买三件套 好,我们来开6波多BB,卧槽 这刷屏确实是积极解压,现在积极解压是刷屏 这话就是没有补业还有大炮,你抓就死了,非常烦 然后你们可以发现,这把牵的话到了后期 僵尸如果扣过大F1,或者有尖挺2.0的话 就很定不住了,就很容易被虎脸了 所以咱们的话到了后期就是要保持好距离 咱们这把以防万一的话开了这个恶魔雷 这把牵的话,玩法非常简单 左键充能,右键输出,R键躺飞,就这么简单 不需要动脑子的这把牵 所以咱们的话可能要小心点的,坚持狐脸上来 定不住了,定不住了 他妈还有钩子咧,起飞 让恶魔毁灭一切 咱们继续充能,因为这把牵的话是一把威冲,他射速比较快 所以充的话其实也不慢 就完美的这个叫什么 实现火力就覆盖了 我已经打不动了 已经打不动了 妈还有奶奶拉我 看不死你真是 咱们还回这个威自行 回威自行,威自行的话咱们好好走位 做死,来嘛弟弟,来 他这个锯的话感觉不是特别远 锯的话感觉就7米左右吧 7米的距离 不错 得住,起飞 让恶魔毁灭一切 我们在这个平台这儿 然后的话我个人不是很建议没有R 因为R的话他每次需要消耗25吧 飞上来叫什么,飞充能 咱们不如多弹点右键对吧 打一会儿 但如果现在是狐脸的话 咱们还要靠R键把键弹飞的 起飞 做死 也就是这样的嘛这把武器 创意很好,机制很好 但到了后期的话还是很刮杀的 就僵尸等级上来之后 然后对吧,看性也有了 就已经打不动了 但如果你没有特点G和没有特点机箱的话 我还是可以搞一搞的这把武器 草头毛巾走脸上来了 我草的棺材